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3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 我是徐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因应山陀尔台风路径 轨迹多变 欢迎现灾害应变中心也提升到了一级开设 而今天召开了灾众应变会议 担任指挥官的县长许正卫是亲自坐证 有关单位列席会议 那么为了严防灾害的发生 提醒相信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 避免非必要的外出 保障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 现在徐玉兰表示 根据报告显示 花莲县雨势将在入月之后减弱 休林乡可能会持续性降雨 将会持续观察台风动态 因应各种灾害发生 交通部分从10月1号开始 花莲县对外交通几乎是停摆 成为一座孤岛 欢迎人需要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再次呼吁中央正式花莲安全交通的问题 给予花莲县更多元的交通选项 此外 由于连日台风家停止上班上课 许多需要被关怀的独居长者 有时家庭可能会遭到影响 县佛社会处已经逐户进行关怀 确认目前的取决情况 并且设立三头额台风弱势民众关怀专线 为电话为1999 以及0975769023 如有需要拨打专线 为了提供台风相关最新的资讯 县佛在官方网站 成立了三头额台风专区 其他资讯也持续更新在县佛脸书 县佛官网LINE 以及花莲县长徐中卫脸书公告 也请民众多加利用关注 记得继续欢迎视频道